回来新闻时间 占中第二天,占领的范围越阔越大 人群由金钟向东西梁的方向扩散 往中环方向去到皇后像广场 示威者用铁马封锁隔到中来会先 又灌水入水马,以防被警方冲火防先 他们都准备好眼罩、口罩 行动不变的他都挂货来支持 好像前几天这样,我都不会是最前线 只不过是出席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放出去,但他想清场 我们便遍地开花,到处去 另一个方向,人潮也向湾仔伸延 不断有人送水来 示威者建立另一个物资中心 也有市民沿着行车天桥 行向警察总部队开的关系厂街 大批警员在天桥底捉起人场 政府总部队开的一段纲落道中 人潮持续两天都未散 全部行车线被堵塞 站在桥面 参与占领的人当中,亦都见到白领的身影 讀护士的他们带生理盐水 帮回手了 看到昨晚的情景都不是太理想 同楼湾崇光百货对开这个全球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亦都藏满示威者 楼上卡拉OK房有人打开窗大声播歌 同其他据点一样,这个临时的物资中心 远远不绝收到补给 他们之中有打工仔 有大学生 亦都有三岁小朋友的妈妈 很无力 我看到很心痛 所以我送完子女回学 我就立刻来 家里不想我过来 我骗她的 为什么你仍然还要过来呢 因为我们不出力就没有人出来 连彪宇都设合这个游客 这些游客区用多黄语言写成 对面海在旺角阿加路街 和尼敦道交界 通宵流缩的人 加上下午来接力 人潮向尼敦道两边伸延 去到旺角杜杜杜坐满 亦都开始出现长期留守的側像 有线电视记者斯洛秋报导 我们现在立刻看看 金钟江乐道中的最新情况 现在看到了 在江乐道中这边 多条行车线已经全部 布满了所有来示威的人群 很多人也穿上了黑色的衣服 他们由下班开始 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聚集 在金钟江乐道中 看回现场的人群 他们的别罪和情绪 都大致平静 在教组之前 这里的示威者是一起开着手机 向远处其他占据马路的示威者示意 希望大家也继续坚持下去 谢谢大家 现在转过去九龙区方面 就来看看旺角区这方面 这里就是介乎这个尼根道和 尼根道和阿加鲁街交界的现场情况 看到这里 亦都是替免了所有人 亦都有一些是物资的捕捕中心 应该提高一些物资和饮品 给现场的示威者 令他们可以补充体力 亦都有人在这里叫口号 在旺角的阿加鲁街 和尼根道交界 附近的银行和商店 今天也要提早拉集停业 因为实在有太多示威者 是部门在12条的尼根道 希望我们来看旺角的情况 就是在这里 学联的副秘书长沈奥辉指 占领行动不再只是学生运动 只能联络多个社福劳工团体 在各区提供支援 期望行动可以遍地开化 这个运动已经不再是三字运动 不再是学民运动 亦都不再是学联的运动 而是属于一个全民自发的占领行动 所以我们现在是积极地联络 不同的民间团体 包括可能是一些劳工团体 包括是基层团体 包括是作业团体 包括是一些社福界团体 去做一些不同的支援工作 譬如在各区的占领行动 就有一些协助行动 譬如有狗策、物资、医护之类的东西 就是会和一些民间团体协助 希望可以令到整个占领行动 是可以继续可以遍地开化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对于警方昨日以催淚弹 驱散示威者引起不安 她表示理解 她说希望市民也能够量解警方 要执行法纪 又决定押后政改第二阶段试信 请请防补导 防暴警察发射催淚弹 试图驱散示威者 林郑月娥说理解市民的感受 警方在处理示威的事件里 采用了适当的暴力 引起了社会上不少人士的不安 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也同时希望社会大众能够量解 我们前线的警务人员在执行法纪 在保障公众的安全 和社会秩序方面 要有他们专业的判断 和作出详细的考虑 原定十月初立法会一复会 就会启动第二阶段政改资讯 林郑月娥宣布押后 我们不急于一朝一夕 我们会当社会气氛 是比较趋于平和一些 能够有利于我们开展 一个有建设性的咨询工作 我们才启动第二轮的公众咨询 今次是施放催泪弹之后 特区政府高层首次见记者 特首梁振英没有现身 林郑月娥否认特首被架空 又说大部分处理占中的决定 都是梁振英同意 因应佔领中环而发生的状况 而作的决定 绝大部分都是行政长官 本人是知识 亦都是同意的 好像有很多传闻 就说我是请辞的 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林郑月娥又呼吁 正在各区倒路的市民 让出部分行车线 被紧急车辆通过 而同场的保安局局长黎洞国就说 绝对相信香港警队有能力处理事件 之后的部署要视乎事态發展 有线电视记者闪情封布了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发言人澄清 林郑月娥所说 警方采取了适当的暴力 疑似应该是适当的武力 对此可能引起的誤会表示协议 警方说这两天 私放了87个催泪弹 解释因为防线受到冲击 所以使用了适当和最低武力 以保持警察及示威者的距离 又说今天因应情况 已经调整策略 派出谈判专家希望勸喻示威者自愿离开 陈婉婷报道 我希望你们可以顾及五大部分市民的需要 警方照早派出谈判专家到多个地点 勸喻示威者停止占领行动 警方说今天示威者平和 所以调整了策略由强变远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对话 希望他们都能够自愿 有秩序地离开马路 去谈的时间可能有虚声 被人虚 被人虚 被人虚走了 这方面我们就是 我们是 不会放弃 政府照早说防暴警察已经撤离 不过在金钟 仍然看到他们的蹤影 只是放下了装备 警方这样解释 警察有很多种角色 一方面他也是 即是机动部队 他本身也是一个配备防部装备 但平时是一街巡逻 之后我们有几种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 你不可以说这个警察撤离 就没有了这个警察 同一场集会 之前一天 警方在九个位置 释放了87次催泪弹 警方认为 示威人士是早有准备而来 冲击警方防线 正常人 你去一个现场 你会不会 戴保鲜纸在面上 或者戴一些装备 戴一些装备 我有理由相信 可能你想冲击的时候 警方用最低的武力 都给你阻挡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警方多次强调 是现场指挥官的决定 催泪弹是当时最低武力 我们不希望示威的人士 和警察之间 有身体的伤害 所以我们用催泪烟 是保持两者的距离 警方会评估情况 再调整策略 有线电视记者 陈婉婷报道